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Merry Christmas,大家好,聖誕快樂 就在昨天下落了一場雪 所以大家看到現在馬上很冬日feel,很聖誕feel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間獨立屋 它也是盛在住一個香港人十幾年前 在這裡打造自己夢想家園的故事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這間房子比較接近香港人思維 香港人設計理念 起碼它很符合我的思維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它選了一塊靚地 這間房子對正著我身後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叫Blue Mountain 我們其實是在Central Coquitlam 最近的Skytrain站就是Bercutlam或者Lokit 它選了這個公園位 讓它的小朋友在這裡長大 就很方便了,可以馬上去玩 上一集也有分享過 公園用地在溫哥華這邊是沒得變的 所以它知道自己永遠都是面對著這塊大草皮 除了它很近的公園之外 它去一些生活便利設施 例如Safeway或者是吃飯 都是差不多十分鐘左右的路程 就可以走過去了 稍後我會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現在走完公園 我們就去看看這間房子了 這間房子就在這裡 大家跟著我走就可以去到 公園的圍欄在這裡 這裡整個圍欄都是空間 而且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很多時候人們說 買獨欄會有什麼要注意 或者有什麼要留意的 除了一間房子的面積之外 還有一塊地 這塊地的面積就是7400多尺 還有一件東西叫Frontage 可以說是面寬 闊度是70的 大概是這個草的位 去到和旁邊的屋 之間尼巴的位 去70尺的Frontage 在溫哥華 一些比較密集的地方 就很少見了 來到Cocutum 或者Delta 就多了一點 好了 我們現在走這條是人走的路 可以直通到屋的門口 不過我們可以先去周邊轉一轉 看一看 這裡是Safeway 房屋主第一個理念 他盡量去減少一間房子 外部的維持功夫 例如來到這裏 旁邊的門 其實全部用了鋁合金 就代表木 那些可能定期就會爛 或者需要維持的 這些鋁合金就長了很久 還有這些外牆 除了剛才外面之外 他也是後面 其實整間房子的外牆 他用的都是Hardy Bar 我記得我們講Georgia的時候 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Hardy Bar 在不同材料當中 相對來說是比較耐用的 那些獨立門 我們見過 可能只是前面好看才會用 後面又用普通雷尼 或者木 我們走進來後院 看到前面這裡有一個門 其實這個門通去車庫 然後前面還有一條樓梯下去 其實 這一屋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有個Legal Suite 是兩房的 合法可以出租 所以他也有一個 必須要有的獨立出入口 然後我們站著的這塊地 其實都是給租客去拍車的 當然他除了給租客拍車之外 其實這個尺寸的長度寬度 也是可以拍到一個RV 即是露營車的 好了 那我們走到後院了 我們剛才看到前院是人行的 不能出入 那如果車是怎樣出入呢 這裡就有個Gate Remote 就可以控制 Gate的材料都是旅合金 出入之前 你自己的車裡面 裝好Remote 他就會開山 除了車之外 這邊也有一個人可以出入的Gate 這條就是Backlink 我們就見到後巷 所以你開車回家 你就未必是走前面的公園 你就會繞進來這裡 開好Gate 車派進去 然後再進車房 這個後巷 比起我們見Vancouver那邊 溫東溫西 或者比較密集一點的地方 它是闊很多 行車調頭也比較方便 好 車進來了 這一個門其實就是雙車庫的門 可以並排多拍兩部車 這條Driveway這個通道 都可以再多拍左右兩部車 再加上剛才那邊的Legal Smith 所以這個後巷 有相當大部分的位置 其實是預留了你一家大小 可能很多人住 每個都有車 都可以拍攝入屋 這裏 下去又有一扇門 它全屋 總共有四個獨立出入口 我們待會到門 讓大家看看 因為它建設這間屋 它就是想好了 除了去自己住之外 會有一個出租單位 亦都會有朋友 或者子女 帶著一個獨立居住的空間 這樣 這一邊 上面是床 樓梯底 它做了一個空間出來 就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也不多 會進來這個位置 做了很多架 你可以放很多圓藝用品 包括類似這些太陽山 各種各樣的剪草工具 這些橙等等 還有就是我們這些蚊梯和香港不同 香港可能每年 如果你有車的話 都是夏天輪 但這裏可能有雪梯 夏天輪 夏天輪 所以家裏 如果多過一部車 你就可能不止一組四條車 這裡已經有兩組了 分分鐘再多些 如果每部車都要分夏天輪 和普通夏天輪 就好像它那樣 其實是需要比較多的空間 去存放這些東西的 這個獨立出入口 其實它也是通回屋裡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這個入面 直通是一個大套間 可以給家屬當中居住的 那個剛才是層面的 我們現在上來這裡的主要層面 現在大家看到這支雪 下面都是草 這塊草地仔 它也做了床 所以我的扶手 都是用了鋁合金 外面這裏的床 都鋪了磚 磚也是比較少 需要維持的材料 比木頭和維尾來說是比較適合 木頭會冷縮熱脹 令木頭的面質很容易破爛 所以每一兩年就要保油 還有就是屋頂 屋頂是用了啞子 不過現在可能比較難看 啞子比起Shingle 生命會長一點 Shingle 通常二十多年就玩完 一定要換的 啞子長了三十多年 甚至更長的 嘩 我們大家又順便介紹一下 這裡有一塊全部都很滑 因為過去都是 其實我們會叫這些做黑冰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昨天下雪 它又慢慢溶雪 到晚上溫度低的時候 有些比較薄的位置 溶到一半又結了冰 但它又不會說很厚 很厚的好像這些 你有看到一個白色的 它薄薄的這陣子結了冰之後 你就看不到它 為什麼叫黑冰呢? 因為它很多好像外面大馬路 那些路都會是黑色的 這個是其實自己後面的水泥地 又不是黑色的 其實那個想法是同樣的 因為我們看不到它是透明的 有時候你一踩上去 這裡還好 因為它是生氣的 有些地方是平滑 很容易滑 我記得我們第一年來的時候 我老公和伯母 因為住在這裡很久 他說 你們小心啊 小心黑冰啊 出門口就滑一滑 一出門口黑冰就滑一滑 你完全沒有地方撐到滑 或者大家如果看到 看上一些搞笑的視頻 那些人一走出來 在車旁就滑下了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合冰 我們現在回到正門 剛才我們看了兩個後面的獨立出入口 另外兩個就是這裡 一個就是正門 另外就是這邊還有一對外面 當初他建這間屋的時候 其實他是準備了幫他父母 有一套自己的空間 可以讓父母住在這個平層那裡 也希望父母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不一定要走走走通過正門 所以他另外也建了另一道門 在這邊 讓他的父母可以通過那個位置 進去 去到自己一個比較分別的空間 這間屋裡面 屋主還在住著 所以我們這次進去看 就沒得像之前那樣 開洗櫃桶 開洗櫃來看 我們要收斂見 好 來到這個就是門口的走廊位 這間屋轉了 其實就是一個書房來的 這邊是向正南的 向著公園那邊 所以陽光呢 長期可以進來 這裡也有空間 再放多一張桌子 這邊也做了入場的櫃和櫃桶 這些櫃底也做了燈 這邊全部都是放映的地方 這個書房呢 在門口有時候還有一個好處 例如說要會客 客人也不用走到屋裡面 施物性高一點 來到右邊 這裡就是客廳 同樣是向南對著前面 這裡有一個火箱 它是燈的 也很暖 奇怪 先去取暖 我們在這裡看 客廳在這裡 客廳的後面就是飯廳 現在的飯廳是六人海 這裡有一個居進去的位置 做了一堆櫃放在這裡 放一些杯碟碟碟裝飾品 樓梯上面的空間 我們稍後再去看看 其實裡面呢 已經進去一個更隔離的地方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可能有時候 在網上看到的屋子 又有什麼家庭 住宅房 為什麼這麼多 是什麼想法呢 這些叫做 正式住宅的地方 剛才我們看的住宅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給客人去用的 例如朋友親戚過來 就會用這些地方 例如煮飯 廚房位 就是我這邊進來 還有一個家庭 就是這邊用的 這間屋的樓梯在中間 我現在會繞一間屋一圈 這邊就是石桌面 鋪上去 有一個島嶺位 這裡坐三個 這邊還有一個島嶺位 坐兩個 這是高桌 這個不能開櫃桶了 COVID-19 大家看看 其實它上面 全部是住宅空間 然後這裡下面 都是櫃桶 爐頭在中間 雪櫃就是兩門的 通常House的雪櫃 就可以做到大一點的雪櫃 它伸出來一點 深一點 闊一點 通常會有出水位 可以出冰出水 這種雪櫃就是House 比較適用 爐頭是Gas 這邊有洗碗碟機 牌子是KitchenAid 這裡還有一個小焗爐 廚房位 差不多在這裡就完結了 這邊就是家庭 小朋友或家庭 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個地方 除此之外 這裡還有空間 好像一個Pantry 我家裡也有這樣的位置 家裡始終有很多 充電位 筆 寶 電話 一塊東西 剛剛放在這裡 有些人可以把它當書桌 變成住宅空間 這裡有另一道門 這個門 如果是這樣 其實是五個到達出口 不是四個 是五個到達出口 這個就是後院PATTIO的門 我們看一看 這裡的門是直接做的 當初 他設計這間房子的時候 就是這個位 跟廚房的距離最近 有朋友過來BBQ 這樣那樣 就很方便了 廚房早餐位 剛才在另一邊進入 這一邊出來後 又會看到大門 這間房子是三層的 我還沒說 房子的總面積 差不多五千多呎 上面是三間睡房 中間這一層 除了我們剛才看的 生活空間之外 還有房間 下面還有Basement 還有Media Room 來到這裡之後 有一個Powder Room Powder Room 就是半尺 主要是給客人用的 就是這個位 然後 對著這邊 就是Laundry Laundry 加Mud Room 什麼是Mud Room 我們剛才是GAS 所以我們是正門進來 但其實通常都會是由車庫進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車庫 Double Side by Side 拍了兩部車 旁邊這裡 大家看到 他都做了組合櫃 可以放很多東西 這裡 還有一個工具位 小型的Workshop 放了很多工具仔 住得獨立屋 你真的不可以沒有工具 所以你要這些空間 要預算這些位置 各式各樣的工具 口罩 面罩 除了剛才我們看 外面後院樓梯底 這裡還有一堆工具 這個剪草機就是這裡 這個車庫的樓底 都是高 少爹壓迫感 這裡還可以放一個雪櫃 因為這邊買東西 去Costco 一塊凍肉那麼大 就像我爸爸那樣 得價又買幾排 一個雪櫃真的不夠放的 好了 說回什麼房間 我們駕完車回到家 進來之後 這個位置 為什麼說什麼呢 在外面一下雨 肯定是多泥 這樣那樣就簡稱什麼房間 放鞋 放衣服 很多時候這裡買一些新樓 看到一個 一個大樓 其實真的要提供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真的很多鞋 好像他那樣的 整理員都做得很完善 我們回去是不是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沒有 我們的鞋是放在書房 好 出來這裡 這條走廊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門後面 已經是剛才我們大門口 看到一個獨立出入口的地方 這個空間都很大 除了房間之外 有洗手間 也有一個小小的主食空間 住得比較舒暢一些 比如說年紀大的父母 可以住在這裡 又或者小女兒大了 想有獨立空間又可以住了 來到這邊有個guest room 樓上有三間房 樓下除了套房之外 這邊還有個guest room 也是套房 大家可以問來看看 這裡有個空泡 可能不止兩個小朋友 有三個小朋友 有一個大一點的小朋友 可以住在這一層 也有衣櫃在這裡 這一層就差不多了 不如先去樓上看看吧 走出來這邊 上到樓上之後 左右分隔 左邊就是主人房的空間 但它是兩道大門的 它現在兩道都開了 這裡就是放床的位置 其實很多現在比較新的房間 這裡有一棵牆 就已經結束了 master bedroom 這個好像是master studio room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除了這個睡覺位 這裡還有客廳位 可以看電視 剛才那邊還有一張 這邊還有一張 都是向南的 向著公園的 這個是太太的可能 太太的手作的位置 然後呢 就是好了這個躺衫位 每天上班之前就躺一躺 這邊還有一個梳妝 area 太太的 來到這個位置 這道門進去就是closet 我們也不是太方便看完 開個隙子 偷看 少許都可以 不要看太多了 我們來到這個洗手間 首先它自己也有它自己的掛衫位 可能是睡衣 這邊有兩個星盤 下面有很多儲物空間 中間桌面也有很多位置可以放 我後面就是一個浴缸 兩邊窗 下面這些窗好像做了磨砂的效果 就看不到進來 有很多自然光 坐在浴缸裡 看出去就是天和樹 馬桶就是這邊 也裝了這隻不同功能的馬桶 最後這邊就有浴缸 這個浴缸 又可以坐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路永逸 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它已經想像了自己在這裏過 一段很長的日子 由年輕到步入中年的歷程 主人房看完之後 我們就去看看另外兩間房 這間屋 樓上的所有房間 其實都是一套房 這邊就是曾經兩個小朋友的房間 現在已經長大成人 當初很公平 所以這兩間房的尺寸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先看一間 現在因為小朋友不住 就變了客房 可能多朋友來就直接分開了兩張床 然後這邊有個大窗 這邊有個窗台 這裡有個獨立的廁所 洗手盆位 這個是Shower 一樣可以坐可以放東西 這個後面還有一些櫃的空間 可以放東西 洗手間也是有窗的 衣櫃就是這邊 也是walk-in的 我記得 開不了 這邊你認錯了 這位是Sneed Peak 看看也是walk-in的 看完一間 再看一間 現在就變成一張床 還有書桌 還有空間放一個洗沙發 這裡擺到電視也行 一樣 又是一個套廁 也是有窗的套廁 也是後面有櫃的 我們現在就去Basement看看 來到樓下了 在大溫哥華這邊的獨立屋 能夠做到的 都會做一個media room 類似是自己的電影房 設計各有不同 他們比較實用簡潔 還有升盤 雪櫃 所以在這裡可以進行一些簡單的 例如喝杯東西 也有桌 在我的身後這裡 就是一個storage room 它是有窗的 現在就關掉了 全部看不到 這個衣櫃裡面 其實是裝了一個water tank 家裏的硬體設備 有熱水光 它也有裝了HRV system 我之後會在另一段影片分享 到底什麼叫做HRV 這個先鋒巡脈系統 看完這個media room 我們又看看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Full Bar 可以洗澡 馬桶 升盤 你家裏全部親戚 姨媽姑姐來 這間屋都是睡得下的 樓下這個media room 還可以睡幾個 這裡也是衣櫃位 其實這間屋不是衣櫃 這間屋已經夠多了 這間屋留給實際的硬體配備 剛才看了water tank HRV 這部是熱水光 它可以製冷和製熱 它是充電的 熱水光是跟Furnace的系統有少少不同 舉一個比較燃活的例子 好像Tesla的新款車 其實都是用熱水光 可以同時製熱和製暖 相對來說都會省電一點 它現在是充電的 亦都做好硬體的設備 將來如果想轉做閒熱水光 亦都可以補天然氣 我們來到這個 有一個鎖的地區 是甚麼呢 這個門 就是通去一個兩房的legal suite 還有laundry 還有另外一個 屬於這間屋的一個大套房 又是可以用來給親戚朋友住的 看來這個屋主有很多親戚朋友 我都想 我覺得來到這裡 現在沒有什麼朋友 大家快點過來做我的朋友 一起建一間大屋一起住 好了 這個就是laundry 然後這裡有很多扇門 這個我們可以看 這個不用偷看 這個可以大方看 這個其實是一個泵來的 水泵 泵是甚麼呢 就是basement的污水 都會有一個container 就用這個泵 泵回上去 通到主要的排污渠那裏 這個泵如果維護的話 就差不多年多一次 那麼費用大概是二百兩三百元左右 它也有個alarm system 裝在那裏 如果這個泵是出現問題 需要維護或者怎樣 它都會響的 那你就會知道 到時你找人 他直接放一張紙在那裏 找回相應的技工 過來處理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看到這裏 房子的內外都看得差不多了 其實剛才那個部分 就是那個後面那些樹林位 從那邊走過來 這條街就可以了 一個block 還有 那來到這邊有些甚麼的配套呢 那大家看到有個saveway saveway下面有個starbuck的 那跟著呢 我身後就有銀行 那邊還有cibc 其實這條街上面呢 一路過去都有些餐廳的 我還要有一間前門飯店 是很古色古香的中國風 那我們現在就在這個area 這個plaza 就是那個blue mountain plaza 就是這裏了 如果要走回家 就這裏一條兩條三條街 那through go through the park 那就可以到的了 又住到獨立屋 但是walking distance 又可以買東西 這裏有些不同的超市 shopping 食餐廳 這裏一路走進來呢 就是另外一個buck 這個buck就大一點了 可以泊車的 對面呢 有個ronna 那ronna呢 其實就是好像home depot那樣的 是一個大型的五金店 那這裏附近呢 大家看到其實都是house door 有個ronna在附近都幾重要的 就是你買一些小型的工具啊 或者其他東西都ok啦 那有些sports的店 那邊呢 都有一些liquid store賣酒 有了有餐廳 那我們不如來到這裏呢 就去ronna裡面走一走一走 那這些其實都是大型推車來的 這個是普通手推車 但是如果有時候你要自己買drywall 那些那些呢 其實會是整塊鋪在這個上面這樣推出來 我記得我老公當時 自己裝修機的時候推了我的那塊 這些放出來 其實這些就是溶雪鹽來的 那不是當做啊 所以就放了出來 這些是塞車來的 是啊 snowblower 我們看看有多少錢 我們要不要買一部 四百多元又有二百多元又有 這部好像厲害 哇這部1600元 這些插電這個入有的 厲害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這邊有賣總共用的燈具 然後有電 有水 這邊有七毫煙機 又有 燈鍵 Switch 不同的燈座 家居很多不同的用品 如果可以DIY的 可能有時候都會自己來這裡買一下 中間又買馬桶 比如說有時候 家裏要補油的 那你這裏有了那些掃 然後這裏有不同的漆 有時候有些家裏的小型工具 那在Rona這邊 都可以有些選擇的 Hello Hello We are doing alright with everything? Yeah we are good Thank you 比如說 好像這裏 那如果你想換些不同的把手 或者是可能換這些電鎖 其實都可以在這裏買到的 香港一間間的五間店都很小的 你可能現在看了另一間 這裏就全部集齊了 還有一些外面的東西 我們去看一下 那裏有些東西是放在外面的 這些不同類型的木頭 那這裏為什麽看到特別闊呢 其實這裏是可以讓你開一輛車 你的Pick-up truck 進來去採購的 那你一路進來 撈所有的東西 之後呢 就去到門口 有個Outdoor Cashier 那我這裏給錢 還有一些譬如爐的村 中間還有一個Garden Center 那現在因為冬天 就沒有什麽植物了 所以去Garden Center都關了 春夏天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延伸很多植物 給大家拿回去種 那樣 好 我們看完Ronald看第二樣了 現在就在車上了 好冷啊 那外面 那現在我們在Austin Avenue 我們這裏是西摩 那如果去大一點的摩 或者是Skytrain站 其實就是向西邊 有兩個站的 一個是Burquitlam 一個是Lowheat 這個是City of Lowheat 那個大 就是Shopping Center 然後整條North Road上面 其實左右兩邊 都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尤其是很多韓國的餐廳 你看到這些都是韓國的名字 Handam Supermarket Hmart 這裏有些摩 全部都是小小的那些韓國燒烤店 我們都會帶大家去看看 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韓國城 Kareer Town 由剛才我們Austin Avenue 那個Sachetia Plaza 那頭拿過來 差不多5分鐘就到了 為什麼想帶大家來這裡看一下 Richmond 大家都知道 全部都是中餐廳 看到招牌全部都是中文字 加拿大或者溫哥華 是一個很多元化的城市 來到這邊 Lowheat North Road 這一頭 就全部都是韓文 我們大家去看一下 香港都很多元化的 但是都不會說整個城市都是寫韓文的 我們看到這些是Hanam 那個超級市場 然後這邊呢 有衣服 有旅行 我看到這裡有整紙甲 有白人屋的 以前有韓國朋友說 介紹過我來這裡剪頭髮 不過我後來想不想不想不可以 可能言語不通 他不知道我想怎樣 所以最後都沒有來到 進南部里的餐廳 然後上面一層就很多 那些韓國燒烤店的 大家看到左手邊這一條 其實就是Sky Train來的 我們這個位置已經是 比較低的位置 Sky Train來的車站 然後下一個就是Lowheat 這個一直下來 我們一起上去看看 先 記得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有另外一個project So called by Lowheat 那時候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那個樓盤其實就是這裡的後面 所以那一陣子 經常都會過來這裡吃東西 那我試過很多間 這裡不同的烤肉店 這些不是烤肉店 我現在有一間叫做 住住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如果是有韓國朋友 給你證明我 那間我覺得挺好吃的 試過好幾次 我公司有些韓國經紀同事 有時候不懂看菜單 我拍了什麼給他看 然後知道 這個是什麼 這個好不好吃 叫他推介給我 又有些眼鏡譜 電話譜 賣衣服的 全部都是寫韓文 上面有這個私楼 賣廚櫃的公司 大家可以想像到 這個韓國社區 韓國人的數量 是多到是這樣的 我剛才說就是這間 最喜歡的 是很好吃的 大家有機會可以過來試一下 我們這邊可以下去了 騎車也可以上來這邊拍的 那下次再跟大家談一下 上面的這個Lowheat Burgritland 和Lowheat 那個sky train站 明年年後 Anthom有另一個專注 都是Hires Tower 到時就跟大家看一下showroom 再多看這個社區 不同的配套設施 這間屋是以暗盤 Exclusive listing的形式賣 所以大家在一些公眾平台上 都要找到它的資料 屋主因為還住在家裡 也有它自己的打算 所以有些東西 包括例如這個Suite的租金 暫時不太方便 公眾出來給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隨時問我 多謝你 好啦 拜拜 看下樓